南韩首尔的小朋友坐着橡胶雪橇 从巨大的滑雪坡上快速溜下来 看起来好玩又刺激 即使戴着口罩也遮不住满脸笑容 北半球的耶旦寒潮首尔也很有感 一旦节这天首尔清晨低温是零下九度 南韩气象厅也宣布 汉将在入冬后首次结冰 예년보다16일 2020年 겨울보다는 보름 빠르게 한강 결빙이 나타났습니다 지난해는 비교적 온화한 날씨로 한강이 얼지 않았습니다 南韩气象厅从1906年开始观测汉江结冰的状况 标准就是汉江大桥的第二桥墩和第四桥墩间 只要上游100公尺处凍结就会宣布汉江结冰 可以看到汉江水面已经出现像纯白断带的冰层 还散布亮晶晶的冰花 而且南韩气象厅表示 这波耶旦寒潮还会持续一阵子 这也是南韩疫情后睽違三年 第一个没有社交距离的耶旦节 民众开心 谈反更高兴 평소 보다 3배 더 물량을 준비했다는 상의는 분위기가 이어지길 바랍니다 更迫不及待想到南韩的还有外国观光客 南韩宣布 11月共有超过308万人次观光客到南韩旅游 也是疫情后第一次外国观光客入境超过南韩本地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